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宗新闻 之前我還記得說過一件事 台灣的女藝人在香港吃東西的時候 發現我的店舖是不收現金的 只收一些電子支付 提起電子支付 不知道大家用什麼了 我自己就用支付寶 支付寶 或者有些人用Payme 或者轉數快 其實我沒用 當時轉數快應該是購買貨物 不知道吃東西會不會有金錢給轉數快 今天的主角就是Payme Payme 其實都頗多人用的 以我所知 我自己也有帳戶 一定有的 我自己有時直播 也會有一個Payme的barcode給大家 發生什麼事呢 Payme 正式更新了條款 這個Payme 會封的 他就說在10月7日就會生效 如果你的Payme 帳戶 賬戶30天 沒有使用或者支付 沒有收取或者支付任何款款 即是沒有移動 該行 即是該銀行 可以暫停客戶使用的Payme 簡單來說 停你帳戶 他就是停你帳戶 即是未封的 但他的新聞 其實他沒有說要怎樣才解釋 即是如果他停了你的帳戶 要怎樣才能開回 應該都很長手未 即是斷估不會是打電話就能開回 因為如果是這樣的話 即是如果打電話就能開回 我覺得不可能的 如果是這樣 那家銀行只會加重了自己的工作 因為到時肯定有很多人會被Band 如果是這樣 那你個個打他的話 他又要逐個解釋 其實他的工作量就會加重 但他沒有說怎樣解釋 但應該都不太簡單 應該要有時間的 更甚者 最誇張的是什麼呢 就是他90天 即是3個月 如果你都沒有收取或者支付的紀錄的話 那匯豐是可以直接終止這個客戶使用Payme 以及兩者 即是無論是30天還是90天 他都是不需要支援客戶的 簡單來說他不用通知你 他說Band就Band 其實我覺得這個很白癡 如果90天的話 即是以我理解 如果我的帳戶裡面有錢怎麼辦呢 可能有幾千元或者一千幾百不等 他直接是沒有位了 即是他的帳戶是死了 我覺得其實他的法例上是可以這樣 我真的不知道 他的解釋就是他參考其他的 那些電子錢包 例如中銀那個 什麼的BOC 我真的沒聽過 即是我沒有用中銀 他說其他銀行都有類似的條款 但其他的我不知道 但你現在這個Payme 你開帳戶的時候 你沒有這個條款 你現在才這樣改 但我覺得 很受影響 那其實今天這條片都有必要通知 大家 讓大家知道這件事 那你說是不是敷衍大家不要用呢 其實這個見仁見智 那我自己 就一定是會把這些錢拿出來 雖然不多 500多元 大部分都是觀眾道理的 因為為什麼要用Payme呢 我不知道大家 我剛才說了幾種電子支付 我不知道大家用了什麼 其中Payme是比較多人用的理由 相信是當時 首先轉數快那時候沒有 轉數快是之後才有的 還有Payme是朋友之間的付款 或者是一些商戶 是會比較方便 簡單來說可以遠端操作 你直接輸入他的電話號碼 直接可以付錢 還有一些商鋪的優惠 其實這些基本上你支付寶都有 例如你去密記買滿40元 不知便宜幾元 這些小優惠 除此之外 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的 說真的 都是一些很普通的 電子支付 而且最白癡就是 信用卡每個月可以1000元上限 或是1000元 你可以買多少錢 貓糧都沒有了 接著他一定 要用銀行去轉過數 即是電子銀行 我覺得對老人家來說比較麻煩 這些也是那句 其他App都可以做到的 所以既然是這樣 我就不用這個了 就算你支付寶 或者轉數快 你唯一的功能 我覺得他最對我來說 比較有用的功能 只是Payme 只不過是可以朋友之間的 過數 但這件事其實都不是那麼重要 反正我都沒有什麼朋友 所以我也是覺得 安全起見 因為你真的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 30日或者90日 你真的沒有用過 我不知道你用得頻不頻密 因為我自己出出入入 其實我都很久沒有帶錢出去 因為我基本上出去都是買東西吃 我現在直接穿跑步的短褲 短褲的袋子很淺 銀包很重 所以搬尼哥都不帶錢出去 當然身份證也沒有帶 大家不用怕 如果你給龜豆 其實你記得自己身份證號碼 除非你真的太醜了 如果不是通常警察 叫上台之後 你的身份證號碼沒有東西 基本上他都不會怎樣遺難你 不過你也看樣子 我自己是沒試過的 但我自己知道可以直接報身份證號碼 我多數只是帶電話出街 電話我通常用支付寶 因為他最多是去買麥當勞 KFC 然後去OK 買東西吃 東西飲 其實就是這樣 所以Payme對我來說 就沒有必要用 他最麻煩就是 他入錢也很不方便 很白癡 因為支付寶可以直接用信用卡 以我所知他有上限 但基本上是我夠的 他每個月的鎖 我用不了很多錢 通常我都是買貓糧 其實給你一筆的一個月 其實怎樣也夠 但是你那個Payme要銀行過數 才可以解架這個上限 但我就懶得去解架那個網上銀行 其實我沒有弄到 所以對我來說 不是那麼方便 其實我有網上銀行 但我是上海商業銀行 但他就沒有這間 他沒有包這間 沒辦法 所以我就用回支付寶 不知道大家怎樣 你們用開哪一隻 轉數快我就用過一次 轉數快我記得當時兩年前 我叫Ren仔幫我砌電腦 在飛馬電腦 我給錢過數的時候 他就叫我用轉數快 我當時申請了 免費走數很糟糕 我馬上就用轉數快給過一次錢 好像之後我就真的沒有用過 因為我免費搞那麼多 account 因為你知道這些電子支付 是連接著你的銀行戶口 或者信用卡 連接那麼多其實就不好 我自己覺得有點危險 所以我通常用死支付寶就算了 現在PayMe我真的不敢用了 當然啦 如果你說支付寶都更新了這個條款 那沒辦法了 如果你全部都這樣更新你只能用 但是我都要提醒大家 有這件事 你最好是 隔十多二十天 你最好可以動個 account 其實我30天 如果你真的不是用那個app 你真的會忘記的 停用了我覺得 我覺得應該沒那麼容易 讓你解開的 其實他很白癡 最起碼他都應該是限期前一兩天通知 即是 寫個短訊通知你 你的 account再不用就被人病 即是你打機 你的 account也會這樣 寫個email跟你說 對不對 但他完全不警告 直接這樣停 我覺得就有點不太好 就是這樣 希望大家留意一下 這件事 那就先說了那麼多 但是 我道理那個barcode會不會轉呢 我現在在想怎樣弄 因為暫時都沒有其他好的 電子支付可以這樣弄個barcode 因為 我好像支付寶那個不懂得弄 我只可以輸入特定銀碼去過數 那個就不行的 沒有那麼方便的 暫時都先保持這樣 今天條片就來到這裡 大家自己留意一下這個app 我們下次見 拜拜